台中火力发电厂日前通过环瓶要增加四部燃气机组 但是却没有减少任何一部的燃煤机组 对此台中续长卢秀燕相当的不满 因为当初是前经济部长王美花 他答应的增一燃气就要减一燃煤 但是现在就跳票了 等于是巴拉票了 其实评论员陈凤青就讲 跳票的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电不够用 所以才会说把燃煤留着备用 不过陈凤青也认为 这等于是中央违背了地方的承诺 反而是给卢秀燕一个反击之处 卢秀燕酸了一下中央 因为连续几天大动作抗议中火二期环瓶通过 环境部终于出面回应 他要开记者会提出他的解决方案 我们静待他的解决方案 中火环瓶最大的争议点 就是前经纪部长王美花 在一起时答应 增加一组燃气机组 就拆掉一组燃煤机组 但现在二期增加四组燃气 却没有拆掉任何燃煤 政策跳票的关键是 当初王美花的承诺 现在完全不对线 那为什么不对线 原因很简单 就是因为他们的电不够了 表面上叫备而不用 但是他随时在电力一吃紧的时候 就拿出来使用 而这拿出来使用 他事先不需要经过任何的环瓶 政府担心缺电 在不减燃煤机组下 增建燃气机组 却没有看到减碳方案 形同让中部人继续用费发电 谁跟究底 还是赖政府的能源政策 特别是大力发展绿能 绿油油们赚宝宝 只要民进党没有回头事案 看起来这个全民用费发电的状况 就会不断的延伸下去 立抗中火二旗环平 卢秀燕已被环团视为共主 这至少显示过去几年 在空污防治受到环团肯定 再加上这些年累积了政治能量 不免让人联想 中央在防2028出手卡卢 要翻转中台湾人用费发电的命运 就不能只是赢得这场小战役 还要思考彻底改变全国能源政策 否则仍改变不了台中发电基地的命运 记者郭向阳张良浩台北报道 为了要让刺耳的话 电电经济部长郭智辉再次提出了 要从菲律宾拉电缆买绿电 而且还说一度不到四块钱 专家认为这叫做鬼扯 政府说不缺电 但经济部长却再度提出 要签电缆跟菲律宾买绿电 他说有专家学者告诉他 大量购买一度电只要三块钱 这是专家学者算的 很多 如果是买电的话 高于四块钱就不会买 就这个意思 部长太过于碰后门了 我们现在国内的太阳光电 每一度电的总共费率将近五块钱 公立发电将近七块钱 结果它现在拉电回来的价格 竟然比四块钱还要来得低 哪有这种专家 不留没有 这是唬烂的 一度再多买四块钱吗 真实数字打脸 台湾目前总共风电一度6.59元 买光电一度4.87元 每个都超过四块钱 网友嘲讽政府的意思是 千万里长的电缆 买回来的绿电会比在台湾买的还便宜 当云豹提前部署到菲律宾设厂 网友问部长 你说去菲律宾买电便宜 该不会是云豹的专家告诉你的 菲律宾现在每一度名声用电 是6.38到6.46元 其他工业用电更不要比 而且它供电还超级不稳 因为它发电量根本不足 你上次讲的时候 云豹连续股票涨了好几天 你现在又谈这个事情 云豹的股票又要涨吗 人家会不会变成是云豹的代言人 全世界谨慎台湾跟德国坚决反核电 但专家说出真相很打脸 德国反核是因为它隔壁就是法国 它万一缺电法国可以输电 法国核电占66.9% 你德国等于作弊 政府电厂盖一拆一大跳票 还说要从菲律宾签店回台湾 竟然比在台湾买电便宜 难道真的是当台湾百姓这么好骗 记者张又茨王志恒 SNG小组台北采访报导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涉及金华陈案 今天确定要在延压两个月 时间到明年的1月5号 柯文哲是在今天11月1号 被借题出庭 传出当庭否认 图立威京集团主席沈信金 北院则是认为 柯文哲的随行秘书举子 也就是徐止于遭到通气 仍旧是在外面有串政灭政的可能 柯文哲在傍晚5点多离开北院的时候 面无表情手上拿着文件 似乎早就知道自己会被炎压 民众党也立刻发声明表示 会力挺柯文哲提抗告 认为警方压人取贡 还是提不出足够的证据起诉 连合法的政治现金都被抹黑城市 收受汇款 司法配合媒体自甘堕落 戴着眼镜手上还拿着文件 穿着蓝色长袖外套的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确定在炎压两个月 神情也不再像之前看起来那么轻松 我想问橘子许子鱼还没有回来的部分 你们会觉得很无奈吗 我们等管管裁定 好 谢谢 不过这样的结果 三位柯文哲王牌大律师难得一起现身 脸上完全没有表情 似乎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至于提不提抗告 则还要再研究 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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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被炎压 原本要在31号召开炎压亭 因为康瑞台风来袭延后一天 1号上午9点半 历经两个小时的停讯 传出柯文哲当面否认 有图立威京集团审庆经 看来承办法官吕正业并不接受 检方以A案来办B案 配合了媒体办案 让舆论未审先判 政治黑手毫不掩饰的介入司法 北检侦办精华 沉案认为柯文哲涉贪罪嫌重大 又有橘子徐子瑜遭通气等共犯卫道案 仍有串政灭政的可能 北院裁定延压到明年1月5号 全能预计年底将正式起诉 等了一整天没有等到好消息 北院外声援阿伯的小草们 也立刻炸锅 民众党立刻发出声明 认为检方人提不出足够的证据起诉 反倒是以A案办B案 配合媒体办案让舆论未审先判 两个月来铺天盖地的司法追杀 押人取贡 连合法的政治现金都被抹黑成收售汇款 实为司法配合媒体自甘堕落 民众党支持辩护律师团依法为柯文哲提抗告 还他应有的人身自由 但是民众党这边还要面对 主席请假三个月的实现已经到了 谁要代理的问题 中央紧急应变小组还要开会讨论 记者综合报导 K.S.Royal Face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扶平皱纹 宽馗清称自信 K.S.Royal Face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活肤露全焦精华 精华霜 即刻启动动灵密码 K.S.Royal Face K.S.Royal Face K. whether to be a weary relative head not to be a weary shy укс Area K.S.Royal Face отно K.S.Royal Fac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